欧洲杯足球锦标赛在德国举行 让热爱足球的日尔曼人热血沸腾 总共30天的赛程 每天都被当作节日买过 纽伦堡郊外的一家肉店 干脆把香肠做成了国旗色 向欧洲杯献礼 厨师将猪肉 牛肉和火鸡肉 做成三种不同颜色的肉糜 灌出黑 红 黄 三色香肠 为了达到德国香肠 最地道的口感和味道 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四周时间 为了确保香肠的颜色干净 需要先灌浅色的馅料 之后加深颜色 也就是要按照金黄色 红色和黑色的顺序来灌制 这款国旗色香肠迅速热卖 肉店每天可以卖出150根到250根 那么这款香肠怎么做最好吃呢 煎得油亮的香肠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拿起两根加进面包 捧起来咬上一口 脸上立刻浮现出满足的表情 欧洲杯足球赛6月14号开赛 本周将完成所有的小组赛 并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在德国观战的球迷们 在为自己国家球队加油的同时 每天喝喝啤酒 吃吃香肠 真是一个难忘的夏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仁浩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